中次大厂细品公布了第二季的营收和获利 创下将近三年的新高 税后净利是17.4亿元 顺利由亏转赢EPS5毛6 虽然近期市场对于智慧型手机和平板的销售成长 出现了一些杂音 不过细品的董事长林文博认为 第三季一定会优于第二季 他们第四季也不会太差 继台积电释出第四季半导体景气库存修正后 顺势影响下游封测场的细品 对下半年景气展望 向来有景气铁嘴支撑的董事长林文博 认为在新款手机和游戏机量产出货下 第三季就算忘记不忘 还是会优于第二季 第四季也不会太差 摊开第二季财报 合并收176.02亿元 继成长27.4% 毛利率来到20.9% 创下三年来新高 售后净利达17.4亿元 顺利由亏转赢 EPS0.56元 优于市场预期 第二季财报报喜 下半年也释出乐观讯息 至于明年展望 林文博指出 低价行动装置将会是市场中心 推升出货量 而PC将退居第二线 因此总括来说 半导体市场明年还是会成长 林宋全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